是这样的 右翼现在成为日本政坛的新常态 就是你不是右翼就很难进入政府的嫩格或者是要员 就是这个右翼呢 原来在二十世纪八十年的那个时候呢 嗯 属于极少数的 如果你真是右翼的话 社会会很看不起你 会打压 各派都打压 那么以后呢 右翼慢慢的开始崛起 崛起以后像石原胜太郎八十年代中后期 当时日本可以说不 那个时候是日本GDP世界第二 美国第一 但是日本的增值很大 跟美国之间发生贸易战 发生贸易战之后呢 那个时候日本是反美 那个时候的日本的右翼表现的是反美 而不是反华 嗯 因为日本就感觉到世界上唯一一个打压他的 就影响他往下边发展的就是美国 就是日本和中国之间的右翼这个呢 呃 真是发展起来是二零一零年以后 是中国的经济超过日本之后 日本真的急了 所以说呢 这个等于安倍晋三是三进攻 三进攻他是一个老右翼 这些年就跟着安倍晋三一块过来的人呢 就是稻田鹏妹 麻生太郎这些都是所坚定的右翼领导人 这个现在是安倍晋三有意识地要把稻田鹏妹培养成接班人 就是将来日本的首相有可能就稻田鹏妹 他是处于这个位置的 因为像麻生太郎他们岁数还是有点大了 他他今年六十岁嘛 就是这样的话呢 就是将来打算培养他这样 所以说右翼呢 现在整个的南阁里头的成员百分之八十以上 都是右翼或者极右翼 嗨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黄黄又来给您送礼物了 看到我面前这架建设武了吗 这款战机相信将是未来捍卫中国在东海的权益 长期与日本的交道的一个机型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 旧牧大本宁微信公众号 恢复事务这个数字 就可以参与我们的抽奖 而我们从后台会随机抽出一些抽奖者 把这款建设武送给您 还有在本期节目的片尾 我还会再次出现 送大家一些